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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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同门师兄张梦超医师给了我贬阙新书这本书 我觉得甚是有趣 这是一本八百多年前的宋戴人写的书 是属于比较偏激的奇书 在此书中 作者斗财先生好像看谁都不顺眼 他把很多当代与历代的医者 甚至连医生张仲景先生 都批判了一顿 因此 我总觉得他书中的内容 跟我们一般传统文化里面倡导的温、量、公、减 让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 我在经过多年临床实践 实际的面对病患、疾病之后 再回来审视这本书 会觉得它其实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因为作者的思想、言论以及他临床上的做法 我们确实可以在临床上验证出来 因此 在这整本书中 我会跟大家探讨一下斗财先生的浮阳思想 和他所用到的治疗方法 包括酒疗与浮阳药物的使用 说到中医的浮阳观 就要先探讨中医的阴阳指的是什么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中医学说中阴阳这个概念非常会色难懂 在这里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阴阳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 阴阳是可以统设所有宇宙现象的 但是 在中医中 把阴阳简单的分为能量和物质 阳就是能量 阴就是物质 阳是肉眼不可见的 比如我的手很有力气 我感觉全身有劲 我的精神饱满 这些都是看不出来的 我们把这种看不见的能量称为阳 像我们的肌肉 皮肤 血液 骨骼 头发 这些是肉眼可见的实际的东西 我们把这种看得见的物质称为阴 浮阳的思想认为 在治疗时 加强身体的能量比补充身体的物质更重要 一个人身体的阳气 能量 从正常生理发展来看 是从很强到很弱的过程 比如小孩子的精力就很旺盛 像永远用不完一样 他可以四处跑来跑去 玩个不停 小孩子的能量很强 而且身体很热 俗话说小孩子屁股三八火 就是这个道理 从生理上看 人的身体一开始阳气旺盛 进而缓慢的衰退 年老的时候身体变冷 能量变少 原因就是阳气变少 在整个生命进程中 如果能做到阴阳调和 方为健康人生 在治疗疾病的不同观念中 有些医者认为资因比较重要 所以注重补充物质 但是 宋代的斗财先生认为 扶养 补充能量 的治疗方式更重要 尤其是对于危急重症的治疗 扶养的重要性是远大于资因的 而且 他认为当代很多医者治不好病的原因 就是不知道扶养的重要性 我在后文会跟大家分享大书中的扶养医案 阐明扶养学说的中心思想 截至2021年10月 问治中医的中医大脑已经研发了三年多 积累了20多万则医案 我们就打算在后台的数据库进行统计 想通过大数据发现临床上有用的信息 结果 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病案中以阳虚体质添多 这也是我们分享此书的原因之一 问治中医的病例大多是在深圳收集的 深圳处于岭南地区 不少人认为南方无伤寒 觉得南方天气比较热 会以热性体质居多 但是根据我们的案例统计 发现最常见到的体质反而是阳虚的 能量不足的 偏寒的 这就很有意思了 我在思考 是不是只有深圳地区如此呢? 为了寻找这个答案 我们同时分析了美国加州硅谷的患者体质状况 发现也是阳虚体质居多 两边结果的一致性让我陷入了沉思 是不是现代人的阳虚情况比较严重? 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现代人的生活 饮食和做西方式多半不符合自然规律 久而久之 容易形成阳虚的体质 比如熬夜 压力大 吃冰凉的东西等 深圳天气热 也正因为天气热 大家都爱喝冷饮或者吃寒凉的食物 在古代 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资格叫人 从冰窖里把冬天储存的冰拖出来 挫下一点放到酸梅汤里 这是古人至高的享受 而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冰箱 想吃冰的东西十分容易 所以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往往偏寒 生活的步调和作息节律又没有顺应天时 导致阳虚的体质特别多 此时 陡才先生的匾阙新书和书中的抚养思想 就与这个时代 这种情境不谋而合了 其实 抚养是现代人养生抗老的基础思想 而书中讲到危急重症的治疗 也让我们不禁感慨中医治病治病贵神速 在现代社会中 很多人认为中医是慢郎中 能治小病慢病 殊不知 历代有很多中医大师是治疗危急重症的好手 而其重点往往在于 这位医生有没有抚养的思维 能否认识到抚养的重要性 因为当遇到体内一片阳虚之像的患者时 如果不能够先把阳气顾护起来 其他的治疗方法都是圆木求鱼 另外 本书要分享的第二个重点 部分是豆菜先生推荐的爱酒疗法 我们都知道酒是一种不需要很多药物的治疗方式 是在很多缺少中药的地区都能实现的治疗手段 何况爱酒是针对现代人的阳虚体质 高效且最直接的方法 豆菜先生在扁鹊新书里 清楚地讲解了重要学位的运用 以及不同病症对应的不同酒疗方式 本书将对这本经典读物做一个整理和讲解 跟大家分享一些大学配物和抚养药物的原理和用法 扁鹊新书真的是很特殊的一本书 作者豆菜先生是北宋时期的人 距今800多年他出生在北宋 后来北宋朝廷被北方的民族驱赶逃到南方变成南宋 他也因此在50多岁时来到了南方 豆菜先生本来是一个北方的小官吏 一个五官 到南方后开始以中医看诊为生 所以他是经历了社会动荡和职业转变后 在总结看诊心得时写下这本书的 我经常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寂寞的人 一是因为他的书在当时的影响力不大 与他本身的官位不高有关系 大家懂的 有时候官大学问大 二是他的看法跟当时的医学界是有很大分歧的 而且他四处骂人 自然令人生厌 他在书中清楚地记载了很多治疗危急重症的方法 而且都来自他的临床时间 所以这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一本书 但是,豆菜先生在世时 了解这本书的人并不多 我们现在看到的匾鹊新书的版本是清代康熙 雍正年间才被人整理出来的 而从宋代到清代都无人问津 有关豆菜先生的历史记载也是少之又少 可以说他是那个年代的寂寞之人了 豆菜先生的思想是那个时代的非主流思想 而他批判的中一界发展乱象 也与当今社会的情况类似 所以这本书在今天依然充满了时代意义 杜甫曾说千秋万岁明 寂寞深厚是 豆菜先生的著作在八百多年前得不到重视 学术思想更是让人觉得有失偏颇 而他所讲解的爱酒和丹药等治疗方式 也没有在之后的八百多年积极浪花 直到清代,他的爱酒理论才开始兴起 这本书开始被视为爱酒专业书 但实际上,他的价值是远超于爱酒专业书这个标签的 在此,诚恳邀请各位朋友跟我一起走进豆菜先生的世界 认真挖掘匾鹊新书的价值 书里值得学习的内容可太多了 林大栋 2021年10月